他说你经常出去玩 你是一个星期去几次 四五次吧 你每次几点钟回家 晚上基本上 有时候大概是凌晨一两点 对 最晚就凌晨一两点 三四点吧 三四点 对 你家里干活的吗你 刚刚听他说都是他做饭 我不是我不愿意去干 而是我之前有帮过他 但是那个我不会 他也说了 他说你还是别做了 他说你到时候 反过来帮我倒忙了 我就没做了 好 还有问题吗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还是真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姑娘 你这玩都玩什么呢 玩得半夜一两点三四点 还一周三四次 就平时那个 我跟女性朋友 因为女性朋友比较多 也是特别爱玩 不问男女就是玩什么 就是出去 我还是不懂那样的 你什么问题 我也是不太招二 能不能用 我也是不渐 那里买有点 对 这畅度是否很好的 未经许 我应该不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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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其实你不觉得 你的生活很乏味吗 姑娘 你觉得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 工厨交错 喝酒 你觉得天天这样有意思吗 人闲暇的时候 总是需要静一静 扫扫屋子 读读书 哪怕是旅游 看看山水也是不错的 你天天跟那帮人在一起混 你觉得有意思吗 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 你建立了彼此临时的小家 你对这份家就有一点责任 无论是对于家庭的爱护 家庭的卫生 分担开支 你都是有责任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责任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你完全可以过你自己单身的日子 所以别的不多说了 过过正常的日子 别整天醉生梦死 不管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自己 至于男生 一个女人的心不在你这 你是留不住的 其实你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发生 至于你自己所说的 用种种方式来挽留他 不用你做家务 晚点回家 我也会在这等你 你用这样的方式是留不到一个人的 一个女人要非常自发地 愿意为你付出 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 这日子才有笨头 否则的话 你做再多事情也是于事无补 行吧 散了吧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